王毅博物委员指出 中美关系要健康发展 关键是坚持相互尊重 美国寻求将中国打造成对手 是严重战略误判 是把自身的战略资源投入到错误的方向 中方始终愿本着不冲突的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用精神 与美方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 同时我们将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想强调的是 回顾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的一些政客出于一己的私利 采取了一些一系列的损害中方利益 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 这些倒行逆施 都得人心 已经并将继续遭到中美两国各界有识之事 和世界上爱好和平文明的强烈的批评和抵制 我们敦促美方 顶替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 放下傲慢和偏见 出管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协调 合作稳定的正确轨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